11月6号上海海关在查验旅客行礼的时候竟然发现一名男子携带了121条蟒蛇入关 然而面对活生生正在蠕动的蟒蛇男子还声称是玩具蛇 我们来看看上海海关提供的视频画面 通关时这121条球蟒由黑色丝袜包好放在一个个塑料盒中整齐的打包在一个大号拉杆箱里 当天海关人员在验放一香港来上海航班旅客时发现该男子的行李箱通过安检机图像异常便拦住询问 在打开行李后我们发现是白色透明盒子包装的由黑色丝袜包裹的团装物品 仔细检查我们发现是活体蛇 但是男子却时刻否认还强调这些只是玩具蛇 这个蛇肯定不是蟒蛇是玩具蛇 蟒蛇有那么少的吗你见过 然而蛇不停蠕动 有的还爬出塑料盒 面对不争的事实 男子终于承认这些活体蛇是从美国运至香港 再由它从香港运送来上海 机司官员还在男子手机中发现了他与顾客的交易记录 根据并为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该球蟒属保护动物受国际贸易管制 目前此案已移送并行事立案 这121条球蟒也将移送给相关部门做下一步处理 这121条球蟒蛇 这121条球蟒蛇 наст给你据 220条球蟒蛇 拌篩 212条球蟒蛇